FMQ1.5 自幽自身,渔夫自幽走,大家好,我是渔夫 很欢迎到每一星期晚上9点和大家在空中来上海 这些吃香药,我给各位报告一下 这次渔哥用这个iPad来做录音的公布 很多朋友说渔夫,你为什么不走起来,我一定跟各位说过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要贴带来选就是 每一个人,每一个公民,都是每一个关联 每一个公民都是媒体 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到他的手机,用到他的平板电脑 甚至用到现在最流行的一部,FurPad FurPad就是p-h-a-p-a-d FurPad就是iPhone,不是他的phone,他的电脑和他的平板电脑 介于这两者之间,比手机大一点的萤幕 跟比这个Pad比较小一点的萤幕 这种的叫做FurPad 那么,用这种的,因为我们才有一些一般人的欢迎 就是说,有时候手机的画面是有水 那有人的欢迎说,你要用平板电脑,又是最大机 这两机呢,所以要把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做 这两机的中间的笑容 那是真的吗? 所以呢,我们要用这个平板电脑来录 就是希望我可以做一个示范 每一个朋友呢,每一个公民都可以用这个Pad来做公布 那就不用去给政府提供一个电台 各位要知道喔,要给政府提供一个电台 整个松松的,要5千万的资本了喔 那倒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负担不起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公民一定有自己的这个 你自己一定,我们大家都要学习 要如何把这个媒体的管理整大队 整大队我们的手中 我们每一个公民退到我们自己所关心的事情 我们大家来发生 这样不只是现代的公民,你说对不对 OK,好来,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分作 两段,第一段我们是要来说八个 我们要来说一个普水间 台南我们先来说好料的 后一段我们来说新的科技的地色 余副在说科技的地色,你放心 我都说得很简单,浅显易懂 刚刚先说的是,让大家赶紧报名 不好意思,让大家赶紧报名,赶紧报名 现在是要来说台南普水间 为什么要说这个主地的真心色 因为什么叫普水羽间,很多人说 不知道什么叫普水 普水是什么意思 普水当然就是说你把这个羽间一粒一粒 把它淋在水底里面 它现在煮的时,我们就补起来 补起来,这样 人们就改成了,叫做普水羽间 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说到这个普水羽间 我小时的时候 小时的时候,在那个 我冰冬人 就在那个东港 我是南米人 东港在我们隔壁而已 这,我们知道这个南米东港 尤其是东港,它是一个很大的海港 所以呢,在那海山都很多 所以呢,我在小时,我听过一句话 我说我做北八甲鸡头头 北八甲鸡头头 那这句是什么意思呢 诶,我说 呃,有人那时候小寒嘛 啊,接来之后我就有四个人问人说 那是在北八甲是比较的 是怎样的,是怎样的 做鸡头头 啊,结果呢,人们跟我说 不要这样,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 没解决 不过我又有一专呢 我就去这个 我们农委会的农委会 农委会的这个网站嘛 去台北甲鸡头头 他说 那是怎样的北八甲鸡头头 结果哦 我们对农委会 于岳署以来的主要是怎样的 他说哦 这个 透透的航名哦 是名为 春鱼啦 春鱼,春鱼是什么 春鱼啦 所以没关系我们的生意 都叫那个 特特叫春鱼 啊,北八甲 有人哦 叫做白富宅 白富宅 白富宅就是白的杜富啦 杜富就是北八甲白富宅 但是呢 一般这些 如果是 一般的人 他们就叫做白北 北,北方的北 啊 这些信号 你叫白北是不太对的啦 证券应该写白富 啊 那么 效名呢 是叫做 台湾马家春鱼 啊 台湾马家春鱼 啊 白鸭啦 各位如果知道 就是说 这个马家 是用台湾的法音 是白鸭来的啦 啊 那么 这都是属于 金科鱼啦 青科啦 青鱼 各位知道了嗎 青鱼,青鱼 是那个筋鱼 尤其是我们这个 这个软水海域中,上层的这个肥虑 但是,这两行不一样 土豆和这个白白是不一样 土豆呢,平均它的体型比较大 它差不多六十到九十公分 那么在台湾是东坡和南坡的三両更多 这个白白的体型比较少 它说三十五到四十公分 在台湾的世博三両更多 这真的不是说,我在这个电视台看过 看过这个电视台报道 它说,有一站,如果是土豆 因为土豆的三级差不多在冬至前后 土豆的三级比较少,如果是没有土豆的时候 就有的人就去拿那个白白来 来买,说那也是土豆的 那我们知道的,你现在如果是在买这个土豆的 不是说,不是我们眼睛看到,看到最有它的东西 你知道吗? 因为它都切尾了嘛 它都切尾了嘛 切尾了好好的,切尾了好好的 所以容易鱼木混珠 鱼木混珠 所以呢,不然我就,我来帮来台南大了 我就开始了,四个去请教人 说,你们有听过白白鸡头头这句话 那大部分的人,现在是现代人 还没有在注意这 就说,这我不知道,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也要一带走到我们台南的水神经里面 去问那种土豆的达人 去人请教 也没有人要跟我说清楚 没有啊 有一天,在买烂的头前 买烂烂 那头前有一天,叫做 吃饭,白白鸡 叫做 吃饭 吃饭的意思是说吃饱 不过它都写那个 吃 一个口,一个价 饭 就是饭气的饭 当然,这也要好也不可以啦 那真的有着台语来说 食 食物的食 吃 然后呢,我们台语讨论吃嘛 食物也算是 但是台语真厉害呢 食物的食 让我们当它讨论食物 这个吃也是容易食 所以呢,其实它是一个字 有好几种发音啦 这个 吃饭 它就是变成是一个它的这个店名 北北是它的白北鱼羹 浮水白北鱼羹 浮水白北鱼羹 这如果正确下的应该是浮水白腹鱼羹 不过因为这样 可能有哪一般人看到 他就会知道他的意思啦 这头鸡是翱 他是岩边人 我有一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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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天我是这样 我差不多在那个 我有一天呢 在台南呢 一天吃几天 等你 啊 我当时呢 在发腰呢 我就会 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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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鱼羹的鱼羹 就是它的背部的肉 鱼肉 甚至呢 如果更加级的 就是用这个鱼羹 的鱼羹 那么 这间 为什么特别就是说 它用白鱼羹 用白鱼 当然我就问了 为什么才会用白鱼羹呢 啊这个头鸡呢 我当然在过去问他 会要请问呢 这个为什么叫做 这个 叫做这个 白鱼羹的鱼羹 那头鸡就 头鸡是鱼羹人 台南鱼羹人 这些是不是 各位 你若是台南做到久 你就会发现 鱼羹人有一个鱼羹呢 那鱼羹你一天就听我了 我没想到会讀 但是你如果听他在讲话 一天就知道 你鱼羹人 那鱼羹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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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小小一个台南里面 还有那种 有什么鱼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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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位呢 他说他就是在鱼羹大汗 所以在鱼羹 有什么鱼羹 当然从小鱼羹 就知道 什么做鱼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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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这个鱼羹 因为鱼羹 它的鱼羹 鱼羹是用 点状 一点一点 它的标明是 一点一点 但是鱼羹大概 都是 一点一点 也有 另外一种 它说 偷偷的标明是 花纹状 有一条一条的花纹 所以这两种 基本上 你若 不要用 你若是在买菜 买菜 买的时候 你很注意看 你会看出 这两种 其实是有不同的地方 但是 它的鱼羹 感觉很惊讶 它说 白鱼羹 鱼羹 怎么会说 它说 这个白鱼羹 在鱼羹上面 它是比较贵 蛤 白鱼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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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白鱼羹 白鱼羹 白鱼羹 比如说 我们在说 这句话 叫做 蓝鸟 鱼羹 用北京话说 不然现在我们说台语 说我们没有水準 这句话 意思就是这样 当然 你 你应该是白鱼羹 白鱼羹 所以这个鱼羹 当然 比较贵的 所以你不知道可以去鱼羹 不然有人用 比较贵的 比较贵的 不然那些事情 那些鱼羹 可能 他的意思 我现在想到 如果不是我想错了 记错了 不然就是 那些鱼羹 开始这几年来 那些鱼羹 有什么变化 因为我们现在 这个鱼羹 不是说 这些鱼羹 都给朋友来 我们知道 在台南 你如果真的要吃 好吃的鱼羹 就在那些鱼羹 那些鱼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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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鱼羹 如果鱼羹 我们可以买 一个更好的鱼羹 但是 你如果是说 在这种鱼羹的鱼羹 他就算是有 当中鱼羹 鱼羹就快两栋起来 有的人是说 长期的冷凍 从鱼羹冷凍回来的 也不错吃 不过 我们台湾人 就是因为 这位鱼羹很鱼 当然鱼羹很鱼 就比他好吃 好 就是他说 这鱼羹就说 这鱼羹就 你如果说 鱼羹也 鱼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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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鱼羹 鱼羹 鱼羹 他说鱼羹 鱼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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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不就 再鱼羹一羹 这样说鱼羹 鱼羹 鱼羹 这三羹 这谁是什么 这谁是什么 所以我那时 在那里 听他说 可能我们 学问不俗 我们知道这些学的文化 没有研究到到底 我们怎么很难 他说鱼羹 鱼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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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说鱼羹 为什么用鱼羹 来做鱼羹 鱼羹 因为鱼羹 鱼羹 因为鱼羹 鱼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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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这个鱼羹 鱼羹 有多了,当然,如果我们在台南一般吃碗粿,碗粿就有菠水鸡。 通常我问到菠水鸡是用什么鸡做的, 他们就告诉我,用鸡鸡啊,用鸡鸡的脚垫,鸡鸡的背部来做才会好吃啊。 有,原来菠水鸡也会用鸡鸡做。 所以说起来,每一档有每一档的做法, 这就是台南十四文化的学习性,很学习。 还有一招,有人吃什么吃,我就去到这个, 有一间店,在吃他这个温哥的时候,他另外还有菠水鸡。 我说,奇怪,你这个菠水鸡,我这样吃下去的那个感觉呢。 嘿,像我在队吃过这样。 啊,你加下去,有什么里面的那个东西, 那个菠水鸡里面,那个菠水鸡里面, 那个菠水鸡里面,我们把它加下去后, 发现说有那个黑黑的地方。 说,哎呀,余夫,你不是什么美食家? 我说,我是有在台南,因为我每天在菠水鸡, 不管我是菠水鸡移民台南还是乐居台南, 我都一直跟很多朋友说, 我其实在菠水鸡,是在菠水鸡台南人的工作的精神, 到他的生活的态度。 我不是美食家,所以我不是文食工作者,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说,我所写的这些文章里面, 都不是在说,我们这个台南人, 跟人不一样,这个生活的态度,跟人不一样的地方。 啊,工作精神,跟人不一样的地方。 啊,这些是重点嘛,这些是重点。 啊不过,你如果说, 顺利是在写这个食物,我感觉, 对我人生的这个态度,我老实说, 第一啦,就是说,我因为说, 食物这个东西,我们泡米也没吃, 台湾有的说,这个没有鸡蝎也好, 杏菜大鸡也没吃, 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是吃钢球, 也不是,但是有很多人是这样啦, 有的人看到渔夫的猜说, 我渔夫,我去吃,这个我吃, 你这样吃到像, 不太吃,看,我都重去, 老实我告诉他, 重口难调, 不是我说,我不是在跟你, 我以前跟你说,我不是在说好吃, 但是你去吃,吃了结果你觉得不合理的胃口, 这是, 必然的事情嘛, 为什么, 你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口感, 口味啊, 有的人, 这个阿公要煮鹼, 阿嬷要煮吃, 两个烧鸭, 都会爆炸, 都会爆炸, 有喔? 是这样啊, 所以, 呃, 这, 古早人就跟他说, 重口难调, 才会讲过这些鸡, 再挖回来, 那么这个葡萄鸡, 主要用这个鸡鸡做, 还有用这个鸡鸡, 但是鸡鸡, 用鸡鸡做呢, 还有很大的学问, 啊, 那些人跟我说了, 后来, 我就问他说, 诶, 我感觉你这米, 和这个, 台南有一家, 我做阿红啊, 葡萄鸡鸡, 又这样想喔, 他说, 对啦, 他说, 我就是, 当然, 台南真心就说, 不管你是做土土鸡鸡, 做什么, 葡萄鸡鸡鸡, 啊, 这个, 这个, 做鸡鸡, 这个烧鸡都是这样的, 啊, 比如说, 我是创办人, 我一开始这样做, 比如插鸡鸡, 我是这样, 开始这样做, 比如说, 台南的插鸡鸡, 台北人都死了, 啊, 很多朋友就说, 那是怎么回来都死了啦, 所以不知道, 啊, 我就有这宝, 啊, 啊, 探亲嘴鸡鸡,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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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ically老街人说, 啊, 而我。 啊, 我以前讲, 我就是接着要,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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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舖旭鸡, 啊, 我先去抽到家鸡了, 因为这个 显然就是说 他们的普水鱼鱼是同一个同门 同门的三下地 所以我就继续 这个阿红的吃这个普水鱼鱼 各位要知道 阿红的普水鱼鱼鱼 是有够大碗的大碗 一个很大碗 你要吃一碗就饭了 饭又熟了 这吃什么就是 阿红的本身 一定是这位老大子 看起来有什么 年费很大 但是他在做这个普水鱼鱼鱼 我们台南很可爱的所在就是 很多人 中的这个周深 就是自己 开始创办的时候 所做的蜜蜜 有很多人很坚持 我就说 以前到现在 口味终于不会变 因为这台南人的这水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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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咦? 去教育公 要吃一碗魚雞 旁邊有一個人把我淋出來 那時當然沒像現在打到歐嚕嚕 歐罵嘛 就只有朋友 只有老大子 我只要吃一碗魚雞 由他老公為國事建言一大堆 你覺得台灣要怎樣求 我怎麼想起來 他對國家的先天下之優而優 後天下什麼 不管是優國優民 也是很感動 但是我在吃魚雞 你也讓我吃完這個 阿鳳我本身就在那裡看到他在做 他我怎麼想他就是 我就有一些主委看說 他到底是在安裝用 這個魚雞要怎麼用 我就看他在處理魚肉 他在處理魚肉是這樣 魚雞也是很像 那有魚雞的地方也是都要慢慢起來 台南人就是這樣好命好命在這裡 吃魚沒有魚雞 吃肉沒有肉 你如果在處理魚肉都沒問題 台南人都做到軟軟軟 當然台南人不會說軟軟 那些藝人都會說軟軟 他說台南人都會說軟軟 他為什麼要怎麼處理 第一呢他就要將魚的腳趾 這個地方 那個地方才是下去做那個 下去打針 打魚針 這個魚肚的部分 他們就要夾在裡面 這樣就對了 所以魚這樣吃起來 每一天都很大 所以你看看這個 鋪水魚雞而已而已 我剛才剛才這樣 底下這個時間 就可以說出說台南 有三種的吃飯 第一種用白白魚 白富魚 買咬的一種 第二種就是用這個 雞魚 雞魚來做這個魚肝 而且雞魚做魚肝 還要特別去選那個雞魚的腳趾 也就是背部 這個部分的魚肉 再來就是 用這個沙麥魚來做魚肝 所以 這個台南光吃這個 鋪水魚肝 這樣層次就很多了 不過我要跟各位說 就是 自從來臺南 這裡 我感覺很快樂 就是我可以這樣 穿一個拖鞋 穿一個底褲 騎一個腳踏車 啵啵啵啵啵啵啵 然後騎到這裡 這檔的 鋪水魚肝 這檔的鋪水魚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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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是剛才幫你國室建原來的審柔 直接會說 你的漁夫喔 來跟他簽名簽名 所以 人生回歸於平淡 我是覺得 當然 每一個人的人生 都有不同的這個 木頂嘛 有的人是因為 他一定要過什麼生活 有的人說 我一定要過這種生活 我一定要富貴榮華 我呢 是跟他說 人生 平淡 快樂 遺願主義 減遺願主義 沒有啦 遺願主義 就是說 這就是我的人生 所以 來到台南之後 人家說 你這樣看這個 鋪水魚肝 你也可以這樣寫一片這裡 人家滅滅 耍了 又說沒有電台 又說一片這裡 人家滅滅 沒有什麼撲破啦 最簡單 就是用心去體育 所以 對我來說呢 我 經常含這些 這個 我們說的這些 平常的老百姓 我們這些基層的朋友 邊吃 邊聊嘛 他說 你怎麼知道那麼多 我怎麼知道那麼多 我就這麼簡單 就是跟他們 怎麼吃怎麼說 阿姨夫 你怎麼這樣特別 為了那個 好消息的 不一定 不一定 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三餐 我們是都要吃嘛 想我 這件事就是 在你的辛苦的 你的周遭啦 你要它發現 不它發現而已 幸福也是這樣 所以我在剩一本 這個六聚台的時候 我特別拿到 幸福是什麼 幸福就是 你周遭發生的事情 你有沒有去 察覺它 你不去它 察覺 幸福就從你的手上 就走了 我們很多人在福中 我們很多人在福中 不知福 幸福其實不用去追求 它就是在你的辛苦的旁邊 在你的周遭 那個就是你的幸福 這就是我第一段呢 說到我們這個 普水魚羊 要來跟我們所有的朋友 做會混用 啊 簡單說一句 也是總結啦 不管 這個 吃 食 這些事情 其實 對我來說 我不是美食家 但是 我覺得生活是很重要 我們必須從生活裡面 去理解說 我們人生 快樂的所在是什麼所在 人生你不要說 你要追求那個 很大的幸福 沒有啦 你真的給你很多錢 也不一定幸福 給你很多權位 那也不一定幸福 最幸福就是 做一個 尋常的百姓 我們有 我們會發現到 我們 幸福的幸福 這個幸福 這個小 你有沒有說 小確幸 你有沒有說 媽進會的小確幸 我就沒有跟你說 所以 我要說 感覺 我們自己的 輕量 幸福 輕量的 輕輕的 輕量幸福 就可以了 這就是 以前 這個 古龍 叫做蘇小帆 那 他以前 那他在 那他在 他都在吃 接手寫 所以 這個 古龍 有一段 看到 古龍 所以古董很新鮮的 一日主角洗脚要洗很久 洗脚,再洗脚,再再洗脚 但是古董有一串 看到这个苏小范 人生如果能够得到小范 就非常的快乐 何必要很大的幸福 意思大概是这样 原句我已经不太清楚了 所以结果也是这样 人生有小小的轻量的幸福就对了 大幸福呢,太难追求了 可能追求到的所谓的大幸福 在我们的身边呢 你也不知道,你也不敢说 那是特别的幸福,是不是这样 好,来,我们现在的休息一个开始呢 再来第二段,我们就要来说 这个网路里面 要如何看三十本的葵花宝典 三十本哦 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就开始